哈囉大家好 那這個是我們神魔特報 然後今天要跟大家講的是我們的熱門隊長Tops 然後順便再針對他們來做簡單的分析點評這樣子 那第一名其實用膝蓋想你知道是誰 就是我們現在的最強黑金千古一帝秦始皇 對他真的太強了 好然後這邊 他的強度我應該就不用多說介紹了啦 然後 第一名應該是不意外 然後再來是第二名 第二名是我們的心靈魔導師露西 那露西的話是我們之前邀尾的三大獎 然後也有人說他其實才是真正的大獎 但是很多人都有很多等版本 然後他在玩的話是非常的簡單容易上手 然後幾乎要有的一些那種 心珠啊補血啊血量啊傷害其實都算是有顧到 對他唯一的缺點真的要說應該就是 心珠有可能會破壞版面 但這個可以靠一些卡片來去解決 那所以問題也不太大 然後他就是我們熱門隊長的第二名 然後第三名有點出乎我的意料 竟然是我們的巴龍 對我以為第三名會是 正常來講應該是艾爾沙吧 對得看艾爾沙的第四名 那回到我們剛剛的第三名 第三名就是我們的巴龍 那巴龍在我們的龍隊 就是如果以龍隊來講 巴龍應該也算是一種非常強的一個龍隊的代表性的隊長這樣子 甚至說我們的歐麥 也有很多人都選擇是我們的巴龍 對 好然後第四名的話就是我們的艾爾沙 對他跟我們的第二名露西一樣都是我們上一次合作的系列卡牌的大獎 對然後他後來上調之 而且他們原本好像只有加combo 他的技能 然後上調之後他還會轉出人族符石 變成說他已經非常的 萬用了 他轉珠增傷追打 都有顧到 他的動技變得非常的實用 然後另外他的隊長 路拔當作隊長也是一隻非常 不錯的隊長 而且我自己在玩 他的傷害其實不算低喔 然後你假如有轉到8combo以上 他的倍率都還算是蠻高的 那是我們的藥精女王艾爾沙 然後第五名是我們的Terry 對 Terry他其實在刷卡片算是非常的實用 然後竟然 會到第五名 這我也是蠻意外的 對 那感覺大家最近應該是過年期間都刷蠻大的 然後第六名的話就是我們上上個系列的智障女神阿克雅 對阿克雅的話其實 也算是不錯 但是比起上次的一些大獎 像惠惠啊那些就消失了 好像只剩阿克雅 然後是有進我們的前十名 然後他霸佔第六名 然後阿克雅的技能是 15秒 主要是15秒轉足吧 其實15秒轉足應該在一些 玩家來看也是 有閒選擇啊 就是那種可能那種 媽媽在玩啊 都是推薦他玩阿克雅這樣子 對阿蠻容易的 好然後再來第七名 一樣是我們上一個系列的大獎 納茲 對他在第七名 雖然納茲當鋼池 剛出來的時候 爭議 備受討論 對爭議非常的大 但是其實可以發現說 有一些關卡其實 納茲還是很好打的 對 不管說有沒有對龍 其實他本身的傷害 就不算敵了 然後對龍就是 獨打這樣子 很高 對然後 他作為他的技能 炸板 跟第一招 其實都 還算普普 但最大的爭議 就是有人去質疑說 他到底有沒有 沒有一趴的大獎 那就再多給他一點時間 去發揮吧 好然後第八名 是我們的 道羅斯 對他跟我們的 第二名巴龍一樣 都是宇宙序章系列的 對 然後道羅斯的話 他不用說了 我覺得他在第八名有點太 意外 我原本他以為他會更高 為什麼 因為道羅斯其實在刷關卡算是蠻容易的 就是 一抗一抗在打 還是 剛剛講到的 因為第二名的關係 第二名是露西嘛 還是現在大家都是用露西在 就閉著眼睛在刷 刷小怪 都沒有人讓到羅斯了 哈哈 對吧 好 然後 其實說到宇宙序章 他有一系列是眼球 可是眼球作為隊長 就比較沒有那麼的 泛用這樣子 好 那這邊回到第九名 第九名是我們的 暗希臘阿提密斯 對 而且是異傳的 然後希臘那時候 傷害算穩定 我覺得 他會見第九名 這個應該也算是 超乎大家的想像吧 我覺得主要應該是說 他在 新手取向 真的很推薦大家 更不要說現在回鍋 就我送了一隻 蠻等滿技 自選一隻 異傳希臘 然後 比較推薦是因為 暗希臘為什麼 因為像 之前的 秦始皇也是暗隊 他可以拿去當隊員 他可以拿來當隊員打工 更不要說現在的 凱拉 在暗希臘裡面 都算是不錯的 隊員卡片 然後 你如果是 之前有玩的人 因為 在早期的玩家 都是暗隊的隊員 比較多 因為之前的 二瘋王啊 三瘋王啊 都是暗屬性 一瘋王好像也是 所以在早期 其實大家會比較喜歡暗隊 然後 有時候可以選擇 暗希臘 甚至說 雙子啊 那種 凱拉 在裡面 都算是 還不錯的隊員 就是你選暗希臘 馬上 應該說隊伍就組起來了吧 所以應該是 用的人很多 就是平民玩家都 還蠻考慮 暗希臘的 對 這應該算是 默默大家 沒有被 發掘到的英雄吧 感覺因為我們現在 真的在玩時光上討論 比較熱烈的都是那幾隻大獎 喔大獎在玩那幾隻 大家應該知道 美索啊 獵人啊 小潔啊 悠悠啊 對不對 可是今天這次 任本太長 他們是 竟然是 阿提密斯 贏過那些隊長 哈哈 然後第十名 是我們的 龐貝 對 龐貝作為 機械族的 黑金 遺址的 都是一張 不錯的隊長 對 他的倍率高 然後 行動值 疊滿之後 火力 會再更上一層樓 然後主動機的話 算是非常萬用的解法吧 就是 有 其實有些技能 像那種 雷劑啊 風化啊 其實他的主動機都算是 也可以直接開來 就整版這樣消掉 算是還不錯啊 對 那今天 今天的熱門隊長 Tabas 就先到這邊了 那期待下一期 熱門隊長 Tabas 又會有哪一些變化呢 那我們下一集 再繼續討論囉 那影片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 掰掰